来关注时事新闻 公安部7月28号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今年以来公安机关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有关情况 公安部刑事侦察局局长刘仲义通报 今年以来公安机关强化技术反制和资金拦截 累计拦截诈骗电话1.2亿个 封堵诈骗域名网址21万个 为群众直接避免经济损失666亿元 累计防止561万名群众被骗 刘仲义通报 今年以来全国集中打击网络贷款 网络刷单 杀猪盘 冒充客服等 四类电信网络诈骗高发犯罪 共捣毁窝点2460个 抓获嫌疑人1.9万名 破获案件2.3万起 高发类案得到有效遏制 网络贷款类案件占比由年初的40% 下降至20% 网络刷单诈骗日均发案下降30% 杀猪盘案件造成的损失数 环比下降25% 冒充客服类案件连续两个月 方案环比下降 刘仲义称 特别是上半年受疫情影响 经济下行和就业压力加大 生产生活加速向网上转移 资金短缺的网民被贷款诈骗 找不到工作的网民被兼职刷单诈骗 经常网购的网民被冒充客服和虚假购物诈骗 有投资意愿的网民被引诱参与虚假投资理财和网络赌博 还有冒充公检法实施的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诈骗金额大危害突出 以上五种类案发案占比超过70%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